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的军武器言,我们的支持Larry 昨晚和V姐说了克布尔,即阿富汗首都的形势相当紧急 说起很多人都知道塔利班要接管阿富汗对前景非常绝望 于是他们大部分都想要离开 离开国境最有的方法是坐飞机 所以在首都克布尔的国际机场,现在布满了人群 人群之中的情绪也挺失控的 包括有愤怒、招呼、惊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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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措的群众 相当混乱,亦有机会想着用相机 这对航空管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所有东西都要有秩序去处理 所以这些位置亦令大家看到一定危险性 当然这次事件是没有人想的 但你一见现在局势机场的混乱情况 包括一些片段,我们看到美军 跟他们说Move Back 他们不退后真的起飞不到 甚至乎他们现在要调度,究竟那些机器应该哪格走哪格流 现在的消息也很难证实 因为还是相当混乱 没有统一的消息可以公布出来 究竟这一点 不过应该比较清楚就是暂时 这个国际机场仍然由美军认运 即是说塔利班可能和美军已经说好数 即是说塔利班暂时不会急于进攻这个机场 暂时机场仍然由美军把守 现在说到机场的位置 首先第一,已经不让商用的飞机进入 基本上我相信现在只有美军或美国国务员的飞机能进入 其他商用的飞机就不用来 当然也很少商用的飞机真的敢进入 另外有些商用飞机走 这个正常 不过现在因为由美国控制 究竟有什么商用飞机可以走就成问题了 甚至乎也有消息说 哈布尔的航空之前都未能够离开 他们一些妇人或其他人可能都要被下飞机 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是否真的征用了这架飞机 我们暂时都需要更多消息去了解 当然卫星图拍下来 你发觉机场现在应该是相当失控 相当多人的情况 美军都需要维持着秩序 现在应该加派了士兵去哈布尔国际机场维持秩序 包括要撤走他们试管几百人员 包括美国公民和曾经帮助大使馆里的阿富汗人 他们大部分都得到签证 所以都可以离开这个运动 Anyway 现在看到双用飞机走不了 即是他们阿富汗的人民如果想走 你坐商用飞机走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方法了 所以都是要看美国的外交人员撤离 美国的军人撤离 甚至乎将来怎么看美国军队可以帮到几千人撤离 暂时如果要去到撤离几千人的时候 我相信一两天一定处理不到 可能一天能够处理到大概一千多百人 现在要这样撤离随时都需要三五天的情况 我们尽管观察一下 现在可以吊渡到的飞机 如何离开这个客户的国际 所以如果现在阿富汗平民要走 其实都挺绝望的 究竟他们应该乘坐什么交通工具离开 例如用陆路边境被封锁 所以他们都挺绝望的 另外在国际机场上 另一个问题在于他们的资源 包括他们的食物、食水 究竟有没有短缺、燃油等等 有没有短缺的情况 这个都未知道 总之现在我们看到82空降司 原本应该要去科威特 另外有一千个82空降司 已经抵达了布尔 要支援 有什么事情 他们就需要出动去做支援的位置 我们尽管看看 现在在国际机场上 越来越多的官兵抵达 是否有助于控制局势 还是只会加劇局势 因为上面的资源要被这么多人用 真的挺麻烦的 现在他们的大使馆 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经撤离了 而他们最佳的外交官 即我们说他们的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Ross Wilson 其实都去到机场准备走 当然带上他们的美国国旗 所以我们会书观察 特别班有没有耐性 等到美国是安全地撤退出阿富汗的 另外我们的侧席消息 就说到C-17 其中一架C-17离开的时候 在机场互相通话的时候 就问你有多少人? 你的飞机有800人? 不是吧? 是的 不大 哇 他说了他 Holy cow 你知道我们中文说 真是很厉害 当然 我们说到C-17 装作能力 平时装作的官兵 只是大约150人 所以如果现在装作的士兵 竟然多达 现在装作的人数 竟然多达 800人 事实上真是令人吃惊 所以如果装作的客人 C-17 大家能够上着 我们平时说 他中间的位置 他可以坐八排 每个坐大概80人 然后左右两排坐40 大家就幻想到 哇 这个颠到800人怎么塞 塞到坐到这样的位置 当然 我们以前说 菲律宾或者其他地方走坏的时候 C-17 也有试过装载这些位置 所以总有位置 安葬这么多平民 但也挺危险的 现在也有空中加油部队附近住宅 包括他们派到阿富汗空中 搭着一条我们叫加油桥 令到这些C-17 或者这些飞机撤退的时候 可以用少些燃油 灾多些人 或者这么说 也不是故意灾多些人 所以放少些燃油 现在是 客暴以国际机场的条件 也未必许可用很多油 尽量省点洗 尽量起飞了之后 立刻用空中加油 现在也看到 美国中央司令部 派出了一些加油机 我们叫KC-135T 到附近做一个应急行动 就帮他们做空中加油 大概有10架机左右 所以相信暂时应该够用 不过这些加油机的同伴 都真的相当繁忙 我认为这些加油机 如果下来加油 又要快快去准备上天 因为不停有C-17军机 或者客机 离开核布尔 做大规模设例行动 所以美国军方这边 暂时应该问题不大 在卡塔尔的空军基地 那边起飞过来 也有少少时间 你说其他地方 包括乌兹别塔、土库曼 都不能让你做到 这个基地降落 所以这种我们说 这种加油橋 就是这个Bridge 其实是有重要性的 大部分他们都会飞过去卡塔尔 飞着卡塔尔落脚 然后再到美国中东的空军基地 再想办法 去其他地方 回到美国本土 当然整件事 卡塔尔的阿富汗 那边总共应该还有面目 走出来说话 即是说 他离开无奈 不想国家打内战 所以他先走 早前也传出他要辞职 现在这些位置 但是真是这样走去了 不负责任 所以也间接令到 阿富汗政府军 陪不成军 这个情况出现 Anyway 我们也希望天佑阿富汗 可以令到他们要撤走的人 都可以安全撤离 以及塔利班 究竟如何对待阿富汗的人民 又是另一个焦点 究竟会善待人民 包括真是如他们所言 他们现在更开放的态度 例如可以给妇女、小朋友上学 亦可以更宽容对待 一些宜教徒 或者其他国家公民 当然这件事大家不可耻 只能走得走 始终大家会把他 比喻为当年的南越西贡走难 相信今次也会被窄避 很多不同的情况 听到最新消息 英国那边的大使馆 都是被围 好像还有很多公民都未走 这个消息 今晚晚晚一点 都会和大家再做一个更新的情况 所以这个更新的时间 会短一点 我们有任何最新消息 会和大家第一时间跟进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Larry 如果有其他跟进 我们会尽快和大家通知 拜拜